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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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都能面面俱到完美全市 她是周围 观众心中的跨界喜剧王 今日做客节目 将会碰撞出怎样的火花呢 您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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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观众朋友们好 这个二王好 这是我心中最美的女神 天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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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我心中最美的男鬼 我看待会我上去她说什么 最近瘦了 对呀 你到处串游 我就想必须得身材得保持 否则的话 有些地位就保不住了 你说这架势就往这一看 对呀 怎么样 合适吗 这才叫狼才女貌 不是 周伟老师最近忙不忙 有没有时间来主持一下 咱们天津卫视的节目呀 没问题呀 只要你邀请我肯定来 对呀 在咱们家乡台呀 家乡台 而且家乡人民都说了 周伟要来绝对不看王维念 那当然了 这个王维念啊 王维念同志呢 就是中老年妇女的偶像 你看乐的全都是老大姐们 对不对 但是咱俩往这一站就不一样了 我们是全年龄端 全年龄端 而且更青春时尚 一下你看谁来了这个节目呢 这个品质就一下 又提高了一大块 是吧 这我也觉得是这样 你去休息去吧 休息吧 到后台休息一下 对 王老师今天 别走王老师 今天挺不容易的 等这个周围老师的时候呢 王老师说饿了 饿了 然后呢就开车出去了 结果呢刚到地儿 听说您就快来了 结果呢 没吃着 饭也没吃着 到现在还饿着呢 饿着呢是吧 对 哎呀我跟你遭遇差不多 堵车 堵车然后我 你差什么不多 你差多点 你晚点来 我就不至于那么悲惨 我们都是属于敬业的电视工作者 在什么观众等着呢 那不可能 怎么能为自己的一个晚饭的问题 而耽误大家的时间呢 是不是 我遭遇差不多路途很堵车 这个录影棚我也是第一次来 开着开着开着就是突然间出现一个巨大的牌子 写着撕料厂 我大胆地问了一下门口那个门卫大爷 我说大爷 王明念是在这吃饭吗 是 你进去吧 没找错地儿 周围老师是天津什么地儿的人哪个区的呀 我出生在天津老城区南开区东门里孔庙旁边 哦 哎 哦 哦 哦什么哦 你是住在庙里是吧 什么庙里啊 你刚才说的是庙里 孔庙旁边 那是圣人的地方 对啊 我们在旁边 我那天我听说一个事给我乐喷了 他们说您最初呢其实不是相人演员 说您是一小歌手长大的 对 询问是这样吗 是这样的 嗯 我从小呢 因为天津呢不光是曲艺之乡 天津也是一个文艺的一个氛围非常浓厚 尤其在声乐上 咱们细数一下很多天津籍的歌唱家 有吗 那当然了 蒋大为老师 蒋大为我的老师 关木村 李光熙 刘欢 余淑珍等等等等 海河水啊 河湾了嗓子天 你知道吧 从小就爱唱歌对吗 爱唱歌 这天赋好吧 喜欢 因为可能有这个 推一下 这天赋好吧 天天赋好 对对对对 基因 你说没办法 你说没办法 我这个 这个 护士给我接生时候 一抱过来 我先唱了一句歌吧 护士吓得 差点 差一跟踪 唱什么歌啊 唱在那桃花盛开的地方 但是呢 我可以说一点 我四岁 第一次登台 四岁 唱歌吗 唱我老师的歌 牡丹之歌 四岁吗 四岁 幼儿园 六一演出 那会儿就模仿 蒋大为了 从小就喜欢 蒋老师的歌 你没戴个眼镜 中间再推两下 没有 我们都是模仿 老师在艺术上的 一些个 非常精华的部分 像老师在演出当中 的一些个毛病 我们都不模仿 那也就是说 你认为你老师有毛病啊 没有 我就说呢 一般就是老师呢 因为他的这个形象的打造 他不像某些主持人 本来眼睛不近视 非要戴一个眼镜框 在这儿装相 是吧 有意义吗 没有 没有任何意义 就即便这样 你有多少褶子 也是折挡不住的呀 这有劲啊 这个 哎呀 哎呀 快戴上吧 要是没法看这期 最近王老师一减肥 我们终于看出来了 那天给我拍了一照片 就这年龄 还要练腹肌呢 然后给我拍了一张照片 我一打开 跟我吓一跳 他拍一个肚子的特写 结果我一看 这不就是我们小的时候 用那个皱纹纸吗 你没有想到 助水肉一类的东西吗 没有 就是像那皱纹纸 你知道吗 我知道 皱纹纸花 就那样了 是你俩能不能别造谣呢 你属于认辰反应吗 这是 我能不能打开看一下 可以呀 我可以 我可以打开以后 上头有个戳 你负责呀 蓝色的吗 他那好像真有个戳 刚才我换衣服看着了 真是蓝色的戳啊 昨天抓了个火罐 要不然我早 早露出来了 我现在你看没有 两道沟都出来了 是不是啊 对 拔块肉 我回去数的都累 二四六八 肥肉 二四六八 你想象一下 拔块肥肉 盖一蓝窗 铲子第二肉连厂 怪不得 到门口看到我们这儿 写的什么来着 饲料厂嘛 对呀 杨文念是在里面吃饭吗 是 你进去吧 要急需后援呢 老王待会儿再晕过去了 其实今天特别开心 周围老师来 他今天呢 非常的忙 但是一听说 来录咱们天津台的节目 这必须得支持 家乡的节目 也是想通过这个平台 能够多跟家乡的 父老乡亲们接触 关键是你看主持人是谁 我心中的女神 开玩笑 是不是 要没有那个死鬼 我早来了 那接下来呢 既然您唱歌唱那么好 四岁就登台了 现在在快四十了吧 三十出头了 是吧 行 你不说就拉倒 反正我们俩同龄人 我反正四十多了 我一会儿把他 是吗 对呀 我真不知道 我以为你二十多一只 天哪 这俩子今天 我的天哪 你说你捧捧他吧 我能理解他捧你 你说这一来一往 这节目还录不录 能不能录下去了 能啊 我们俩在一起录得很好啊 是吗 你休息吧 再见 这个曲子是什么意思 这个曲子就是代表 所有的栏目组 包括技术部门 都希望您走吧 一路走好 好 朋友再见 对 也就是说 就算是我走 他们也把我当朋友 没有 说啊 朋友 再见 这个今天 周伟同学来到我们这个节目 真的开心啊 一开场给我们带 这么多欢声笑语 我觉得你怎么得唱一段吧 唱一段 我们千金老乡 对呀 行吗 行吗 行啊 那闻到我就唱一小段吧 好 好 如果你 如果你渴求一滴水 我愿意清起一片海 如果你要摘一片红叶 我给你整个风铃和云彩 如果你要一个微笑 我敞开火热的胸怀 如果你需要有人同行 我陪你走到未来 春暖花开 春暖花开 这是我的世界 每次怒法 都是心中喷发的爱 风儿吹来 是我和天空的对白 其实幸福 一直与我们 同在 今天周围的三位好朋友 来到了节目现场 他们到底是谁 此时此刻周围没有一点线索 精彩大幕即将拉开 中文字幕志愿 我的世界 春暖花开 哎呀 你这唱功太了不得了 这基本上是偶像的路子了吧 没有 年龄大了嘛 学点流行 实际上从小唱都是名歌 今儿算反串 算反串 各位年轻朋友 你们多多包涵 太好了 今天我们现场请来了三位朋友 来 有请到提问区 好的 接下来进入 见字如面环节 在你看谁来了的节目设置中 大来宾决定 与任意一扇门 背后的嘉宾见面时 栏目组将允许大来宾 向其选择的嘉宾 提出五个有效问题 而该嘉宾此时 只能以文字形式 将真实答案 呈现于房门屏幕之上 随后 大来宾则去通过房门上答案 来判断房间内嘉宾身份 若判断正确 则请出嘉宾 并进入下一环节 若判断失误 大来宾将接受惩访 请问您想先见 哪一个房间的朋友 说实话 确实是做这个节目 最大的魅力都在如此 不知道将出现 哪几位朋友 很好奇也很激动 此时此刻 小心脏崩崩之跳 那就按照序号来吧 一号 好 请您向一号来宾提问 第一个问题 提问 几个问题 一共五个 一共五个 第一次这种栏目 就是录制方法 一号的朋友 请听题 谁 对 你就应该直接问他 你叫啥 你确实比潘长江脑子豪实 你还你是谁 不能问吗 是 不能这样问 你是谁 他说我是谁 你觉得这是猜出来的吗 对呀 我问的 他回答 然后一出来一握手 一拥抱 不行好吗 这个问题 会罚一个问题 就你丢掉一个问题 不不不不 对对对 不算啊 不算不算不算 让我想一下 不是这个不能这么回答 对 这个回答有问题 咱们客观的讲 来咱客观的讲 这个第一个问题 性别问题 还是要诚实回答的 这个这个有点过了 我 这个还要想一想 对 我每个来的女嘉宾 我觉得 你说是不是 这不像话 这个 你直接回答 想明白了 是女的 女的 来第二个问题 您在哪个单位工作 CBD和饲料厂 不是你这个 你不能对我们答题有限制 你对回答有限制 这个问题等于浪费掉了 他没有正式回答你 是不是 对 还是要请我们一号嘉宾 要正式回答问题 正式回答 对 要不然你这个没法猜 我觉得客观的讲 这个问题回答的不够 不够准确 没关系 第二个问题 第三个问题 这就过去了 你还可以 我还以为帮我说话呢 这俩人 这个确实不太准确 第三个问题 下一个问题 你必须要回答我了 必须要准确地回答我 好吗 您是什么职业 那你看把前面这个问题给你补上了 CCTV的主持人 CCTV的主持人 第四个问题 您贵姓 这不能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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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呀 除了您叫什么 你姓什么 这都不行 你是谁 其他的都可以问 都可以啊 没问题了啊 没问题 您主持哪个栏目 那也不行 怎么也不行 不是我就问哪个都不行 你是 他说我主持好多栏目 但凡是央视的主持人 你问哪个栏目 能问出来吗 哎呀 这第四个问题 第四个问题了 第四个问题了 你在微信当中的名字是什么 哎呀 哇 哎呀 我不瞒你说 他的微信名 你还真不一定知道 那开玩笑的 男的不知道 女的肯定知道 我名字的字 哎呀 太聪明了 无聊 看好了吧 我名字的最后一个字 最后一个问题的是吧 对 哪个字 他又给你回答 最后一个字 你没办法 你不要去问这个问题 今天是观众帮忙最多的 哎对了妹妹 你太聪明了 你是哪里人 家乡老家哪里人 如实回答哪里人 禁止说中国人 山东 山东 天呐 怡萍大姐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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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绝对是中央电视台的主持人 就没真没法猜 猜不出来 天呐 这有点难 因为这几个人 她都不吻合呀 您是黄薇姐姐吗 那不能告诉你啊 你猜是黄薇吗 是 确认吗 确认 让我们一起来倒数 五 四 三 二 一 一 请打开一号大门 我 我 我 打掉了 我 我 我也 你 我 你 你说 我 你 你 你 好 长江妖精 王小谦 天哪 王小谦 著名主持人 从晚会到经济 从综艺到生活 在每一个舞台 她都能展现出自己独特的风采 那么她和周围之间 有着怎样的联系呢 今夜做客节目 又将道出怎样的秘密呢 你确定你回答的是减确的吗 对呀 我山东啊 青岛人 祖籍 对呀 祖籍 不是 出生在那里 我祖籍还山东闻灯呢 说了你更不知道了 讲不到 天哪 天哪 我就听到他是北海的 北京人 他早就在北京人 他早就在北京人 你这个 减肥减得有点夸张 西装有点大了是吧 对呀 关键是 这个我真没想到 不是 真的没想到 好久不见了 关键是你打死想不到吧 想不到 对 人家都 我觉得小千对你真好 我都没想到 他能说他是装点 他主持人 一般都不会说的 对呀 人家就明告诉你了 你都没猜出来 但是小千 你的这个回答 证明了一个问题 其实 他没我们想象的那么聪明 对呀 对呀 这掌声能不能热烈一点 给我了这么多限制 还浪费了一个问题 关键是碰到这个小千姐 她太聪明了 关键是 但我真的印象当中 她是北京人 我山东青岛 你要知道 我在中央电视台 要找一个你的朋友 我得想多少圈 我才能想一个 既是你的好朋友 你猜不到的 我要是叫朱迅来什么 他直接就直奔那儿去了 对不对 再说我跟朱迅 朱迅说 我凭什么给他做 什么加精细加电影 他不会认识他的 那不会的 那不会的 朱迅不来 不可能 不可能 我跟你说 你别逗他了 一会儿还有二号呢 还是女的 真的 那今天确实是个好日子 确实是个好日子 小千你跟周伟认识 大家是哪一年 你还记得吗 好多年了 包括他太太 我们也合作过好多次 对 他太太也是 也是我们圈里的吗 原来唱歌 你刚才 唱得特别好 刚才在后面没看到 他 他不能说 他不能说 他太太 你别老 你别老设陷阱了 我不会相信的 小千我想知道 就是你对周伟的印象 是什么样的 就生活中 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他绝对是他们家领导 真的 真的绝对你是领导 你怎么看出来的 你怎么看 他管盖窗的吗 你那窗好了 好吗 我说我们是一挂的 不是 我现在都剪成这样了 怎么还给我盖窗呢 当年那么多人给我盖窗 后来我下决心 我让他们盖不上窗 没地盖窗 但是你真的觉得他是他们家领导吗 我真的觉得他是他们家领导 对 何以见得呢 姐 因为 咱们在舞台上 你老板人叫姐 你头都这样了 你还管我叫姐 真是 所以你在跟他们一起采访的时候 觉着他说一不二是吗 我认为是 他在家里可能有那个不怒自威的劲儿 我觉得 这一点你说对了 但是不对我媳妇啊 对我儿子 我儿子是这样 你收拾孩子啊 因为平时见的少 他爷爷奶奶妈妈都 太宠了 太宠了 我呢因为接触少 他本身跟我就不是特别 像跟他妈一见面那样 就可以打呀闹 见我就有点不好意思 我稍微脸色也不好看 马上立正 马上立正 这个就 这个你说对了 其实小千今天来呢 我是这么想 我觉得你要抱抱 周伟同学早年的故事 就是我举个例子 他认真的例子啊 有一年春晚的时候呢 我们那个是一个主持人的 大开场的一个 第一个节目 然后我们就开始 该上高台上高台 该在哪儿占位置占位置了 那年的小品 你是第几个节目 第一个 然后呢我们就往上走的时候 我就在那个上场口那儿 我就看到你了 我不知道你还有没有印象 他站在那个 因为台是亮的 后面是暗的嘛 他站在上场门那儿 就是这个动作 就这样站着 然后我跟他打招呼啊 打完招呼 我认为他根本就没过脑子 他看到我了 但是他并没有往下反应 是谁 他脑子 他的眼睛 看着前方一个虚无的点 就过去了 就过去了 对 我特别理解的原因是什么 他脑子里一定在走位置过词 肯定是 没错 还是在想谁呢呀 没有 确实是 这个应该是我们的一个习惯 我相信你们也是这样的 尤其直播呀 对 直播前那个几分钟 那是相当宝贵的 赶快再摸一遍词 也就是说那个时候 你其实已经开始参加春晚了 你是哪一年第一次上春晚啊 春晚的第一次应该是 1999年 你99年就上春晚了 99年 你上春晚什么节目啊 99年 当时还是个小朋友 演了一个 打电话是吧 演了一个战士 叫真情30秒 真情 对 那个小品当时还是赚了 上空人民很多眼泪 是不是就是那个年30 然后给战士给家里打电话 打电话拜年 每人只能说30秒 说30秒 当时有孙涛 有李永健 范雷 有毛孩 范雷 我们五个人 五个人 五个都是毛头小伙那时候 二十岁出头吧 第一次上春晚 你有没有想过 十几年或者是后面的二十年中 你老在这个舞台上可以晃悠了 中央电视台的舞台上 那不敢想 对对对 不敢想 这是你吗 我 天哪 你也年轻过呀 哎呦天哪 而且而且那年的这个泪点在周围这 对 来放一下 咱看一下啊 爷爷好 奶奶好 爸爸妈妈过年好 哥哥好 嫂子好 姐姐妹妹弟弟好 你也好 我也好 哎呀连队的伙食更是好的很呐 有溜中剁 对 又溜中剁 刺陌串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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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串 是看着央视的春晚长大的 而且这个我没有记错的话 是刚刚进到一号大厅做直播 所以当时就是能够在那个舞台上演完了以后 心情很激动 老激动了 突然把小品放在了一个巨大的一个舞台上 其实小品演员是很不适应的 很不适应 当时他那个穹顶 那个顶子还不是现在那个样子 当时因为是央视的一个 圆楼的一个控场 一个控场 所以上面一说话都是 老蒙回音 后来现在做了很多声场的处理才好一些 你老妈在家激动蒙了吧 哎呀 激动坏了 我激动成什么样 就是演完了以后 那时候找人借个手机 没电话 没有电话 哪有手机啊 找人借个手机 跑到圆楼外边 去给家里打一个电话 就是问了看了没有 当时我们那个节目应该在9点20左右 我在9点40多回去打个电话 我爸接的 我当时特别高兴 我说喂 我爸 我冷静 我那心一下到这了 我说怎么样 挺好的 早点休息 好吧 我给你妈已经快睡了 什么情况啊 你爸 我说好吧 为啥呀 明天见 为什么 不知道如此冷静 不是 你爸平时就这样吗 反正是不像我这么活不 嗯 就他如此冷静 那你后来没有问问你爸爸当时为什么 问了呀 然后呢 大年初一啊 坐最早班的大巴 嗯 回天津 回天津 高速路 当时还穿好衣服 坐在那个还没坐 坐在那个司机后边 那个那个什么 有人认识你吗 你听着啊 走着走着突然间旁边 哎 你是不是 昨天演小品那个啊 是不是你们几个呀 拜年那几个 哎呀 那种幸福感 成就感 油然而生 有人认识我了 虽然叫不出名字来 但他看你脸熟 刚刚播出过 而且美服重播嘛 反复重播嘛 怀着这样那种心情 走入家门 然后 但是一推开家门傻了 我的亲戚朋友 叔叔姨 舅舅母 我姨父 全部在我们家 已经摆开了宴席 等着我 哎呀 那个看出来是 大家真的是兴奋了 我爸后来说 我说你昨天 怎么这么冷静呢 我爸说 我跟你妈 看电视的时候 是比其他人 比你在台上还激动 就那段爆菜名 他说我恐怕 你在台上吃一个例子 说错了 我是在 就是在这样的一种状态下 看完那个小品 几乎台词 都没有听清楚是什么 就是那种紧张的感觉 哎呦 天哪天哪 我来给你 这个可能就是自己家人 就是爸爸妈妈 对自己孩子的一种情感 哎呀 你一讲这我都觉得 为啥你爸爸对你要求特别严 戳到了你的 不是 我就是觉得 就是能够理解啊 就是我们现在自己当了父母以后 我就在想 这样我女儿在那儿 她可能自己无所谓 我归我得紧张够呛 特别 对我估计您也有这个感觉 就现在我儿子如果要是去考试了 或者说今天学校组织一个什么比赛 他就唱歌了 就是我我上台不紧张 但是我手心里是汗啊 就紧张的 我就恐怕他会有就那种感觉 他就不一样的 但你儿子是不是特别有天赋啊 唱歌 还好 随根 随根 你知道不知道他 就不是很年轻的时候要了个孩子啊 我知道啊 我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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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宝贝现在几岁了呀 山岁 山岁 三岁 你的年龄保密吗 我就我不保密吗 上次你我们做的时候我也没保密 我是40岁的时候要的小孩吗 对 你40岁的时候要了一个宝宝 你会不会觉得带孩子挺累的 累死我了 你在家是不是也属于操心类型呢 我特别操心 就是咱家那大哥是不是什么都不管啊 他除了健身 谁说的 以外 他以前是的 以前是 现在不是 自打有了孩子变了一个人 管吗 他管孩子吗 管 那真比我强 他还会哄他睡觉陪他玩 然后琢磨着 今天刚跟我说 周末你有事吗 录像吗 我说你要干嘛 国博那个看个伦伯朗吧 哎呀 比我强 比我强 我说山水看伦伯朗早点吧 但是你要孩子要的比较晚啊 晚我也晚 但是没有那么晚 你多大的时候生的三十几个 三十二 三十二生的孩子 我跟我爱人同岁 我要孩子更艰难 我是从小我就想要孩子 从小啊 你从多小 从我还是孩子的时候 我就想要孩子 为什么呀 这就是 这就是一个人他就喜欢 因为我在我们家是老大 我的那些个表弟表妹们 都是我帮着老人带起来的 所以我特别喜欢孩子 我媳妇不行 不愿意要 就俩人老达不成统一 所以结婚了七八年以后 才用了很多的计策 用很多的计谋 才说服了我爱人 我是在他回家探亲的时候 在他行李箱里面 偷偷地塞了一封家书 我很郑重地 给他爸爸妈妈写了一封信 然后呢 他也不知道 他就给带回去了 到家 我跟我老丈上说 我说在南南有一封信 你看一下 他爸他妈 就背着他看了这封信 然后就按照我说的 给他女儿做工作 做了一春节 然后他妈押送他 回到了北京 就盯着我们要孩子 盯着 这不好听 就是说他那个 盯着明白了 就是推促着 明白明白 推促着 监督着 监督着 反正那时候我丈母娘 就是拼命地说 有孩子怎么怎么好 而且跟我媳妇说 女人要不生孩子 有什么怎么怎么不好 这真不容易 你儿子现在特聪明 特可爱吧 特别好 对呀 小周伟啊 不容易 真的不容易 是的 那今天呢 我们在这个节目中呢 有三位朋友啊 小千 谢谢你来参加我们的节目 好 然后呢 问咱俩宝贝好 谢谢 以后有机会一起来 好不好 好嘞 谢谢 问老公好 好 好 谢谢 谢谢 谢谢你 谢谢你 不客气 来 请到提问区 好 我就问二号了啊 请问您是男的还是女的 明知故问 明知故问 这太狡猾了 这个 来第二个问题 您是什么职业 用嘴吃饭的人 这是职业吗 这是 这基本告诉你了 对呀 靠嘴吃饭啊 这太难猜了这个 您在什么单位工作 事业单位 回答得太好了 周伟大哥说 我给你跪了 哎呦 是 几个了 三个问 事业单位 您是相声演员吗 是 是 您的师傅是谁 这太厉害了 太厉害了 太聪明了 你师爷 他师傅是你师爷 那就是你师 那就是你 师叔 你师叔来了 师叔或者是师傅 哎 这个 这个简直是 啊 你想想 他这个是所答非所问 我说是哪一位 他说你师爷 我师爷多了 我师爷 哎呀 还有没有问题了吗 没了 怎么就五个问题呢 再有一个就出来了 再给你一个 我看你出来 咱俩演过什么作品 九 春晚 这就好办了 春晚的相声演员 跟我合作过的 师叔辈分的 刚才大家看到了 赵岩老师算一个 对 我猜赵岩老师吧 到底是谁呢 让我们一起来倒数 五 五 四 三 二 一 请打开二号房间 答错了 哎呀 呀 三 掌声 有行 我们亲爱的 郑老师 郑建 著名相声演员 她出口成章 能说会道 还曾多次登上 央视春晚的舞台 让观众至今 记忆有心 你把这屏货卖进 她说这是 买起来 从已几十载 他用实力和态度 为千家万户 带来了欢声笑语 那么他和周围 有着怎样的关系呢 今日又将为我们 带来哪些故事呢 郑建老师 郑建老师 郑建老师您好 您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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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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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都没猜出来呢 我属于失误 我现在我一看到郑建老师 我突然想起来了 我失误 为什么呢 从刚才回答问题的 这样的一个调皮劲 和这种嗝劲 不像是赵老师的风格 如果真是赵老师的话 是我干爹的话 他不会这么跟我对话的 可能在诗书辈当中 我最能够在一起开玩笑的 能够我这样讲话的 也只有郑建诗书了 哎呀 我们关系太近了跟一家人一样 是吧 对 你们俩在村港合作过吗 合作过呀 合作过呀 是那五官的那个是吧 五官新说 专家指导 对 郑建老师 你是怎么认识周伟的呀 我们 因为他的名字 他们 这一法子成长起来 这是佼佼者了 就很早很早就认识了 嗯 这是很自然的 是不是因为你们是天津老乡啊 对对对 这也是有一个方面 天津老乡 我从小是看着 我看着他的作品长起来的 那么后来因为我呢 也是这个人 这个这个跨界比较多 对 合作人比较多 后来总没有一个始终的一个相声的搭档 我记得特别清楚 是因为那年五官新说的春节晚会 对对 我师父把我们聚到了一起 同时演一个节目 这是第一次在一起合作 后来有一次在排练的后台 是我主动找到了郑建老师 我说郑爷 我说我有一个不情之请 我说能不能以后我们两个多一些合作的机会 作为一个老带新的这么一个组合 呃 我们确实从那开始还演了几个新作品 没错 包括可怜有钱人 对对对 等等等等 一个新作品 呃 合作起来 你们俩一起搭 一起搭 你是豆根 他是捧根 他捧根 很默契 比方说我们有一次在演出当中突然间 后台聊天 哎呦 走上舞台就慢慢地变成 哎 我说郑建老师啊 问您个问题啊 什么问题 有媳妇 嗯 钱 这两页您最喜欢哪个 媳妇 为什么呢 我媳妇有钱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这没对过词啊 这完全是底下杂卦 就是一个笑话 但是呢 就是在天津 我去就在天津 激性的 这些 汉姑还得拿给激性的上台 就撞出了一个开门的包裹 嗯 这也是我们也俩一个比较默契的地方 嗯 关键我个人也是比较 郑老师知道 郑也特地了解我 我特别崇尚在舞台上的一种激性 嗯 我不喜欢排练好了 对好了词 这不喜欢我们这节目吧 特别喜欢 它有挑战性 对 对啊 他在这里没有激性在里面 在这里面上来 你要说完全给词给给提纲 就不好玩 就我问他 他就不告诉我 对 这个我特别 嗯 因为他打电话 他半夜神神秘秘的 神秘秘秘的 你知道吗 你是郑老师吗 我是你的粉丝 王维念的 明天有一个重要的录像啊 但是你可千万不能说 我是 弄了我 他是帮我们来 就弄了一个栏目 我说那好 这个栏目好 我一听我是喜欢看 就做这个节目啊 就是把王维念老师 折腾快成神经了 观众有时候认为 我们这些个节目啊 好像都是排练好的 没有 没有 真是没有 都没见过面 谁跟谁都没 他有规章制度 我们又不能破坏 这个规章制度 就不怕玩了 不能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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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进来跟做贼子似的 编导看什么 快快快 你走吧 你走吧 光到一个屋里边 是啊 我来 我来也是 这屋里没空调行吗 我说行 我说行 我进来的时候 也是都对讲机 都耳麦 就是来 来了 进来 里边准备好了吗 里边好 就先把他们轰屋给他 然后到三楼 三楼直接关窝 一关 然后再来就上台上了 你说我们多不容易啊 刚门大神还挺肉 听得见 但是这个也就是 通过剧组的编导的努力 也是你看谁来了的 一个最大的魅力之主 哎呀 是吧 这在你的印象中 郑健老师是个啥样的人 给我们介绍一下 郑健老师是一个 首先说很有职业道德的人 我给你举一个例子啊 我最身边的例子 可能演员都忌讳这个事 大家干到刚才那个五官新说 最早没有郑健老师 没有 当年是江坤老师 把我 把刘伟 把戴志成 大山 我们五个人聚在中国许家协会 我师父那个办公室 我们开始对词排练 排了也压场了 然后还有几些就审查了 但是戴志成呢 出国 但是审查你给有人啊 我师父呢 因为跟他们关系也很好 多年的兄弟 我当时心里也还有点忌讳 我说这事人谁能干呢 我师父打起电话 郑健 干嘛呢 最近忙忙 那个什么这儿 我们排了个节目啊 春晚就排完了 马上要审查 但是戴志成回不来 你能不能替一下啊 好好好 你心里不各样吗 好好好 一个小时他来了 他干嘛来的 江坤老师告诉他了 他回不来 你替他一下 审查完了这节目 还是他上 但是你知道 郑老师当时也是咔呀 当然了 这也个大腕了 但是一个可能是我 师父打了电话 再一个 他平时就是这样的为人 但是事情戏剧化的 就变化了 当审查完了以后 郑老师担负这段台词 异常的火爆 就是他演的是那嘴 而且呢 阴差阳错 因为节目的调整 江坤老师和戴成老师 又担负另一个节目 叫我要晕 另一个节目 那么由于导演组决定 让马东来接替 这个中间捧根的角色 那么我们就形成了一个新的组合 就是马东在中间当脑袋 我们几个眼 这个眼睛鼻子嘴耳朵 但是呢 郑健老师你看 我就说为什么有时候 这个福报福报 对 当你心胸开阔的时候 当你不去计较这个时候 你就来帮江坤一个忙 我就来给同道们帮一个忙 但是这个事情 最终它是一个有回报的 也从另一方面说明郑健老师的这个艺术上 他是经得住考验的 这么短的时间内 他能把那对谈词能够记下来 而且在台上表演出那么大的火花来 成为那个节目的亮点之一 亮点 绝对是 这就是我心目中的郑健实书 周围那么夸我 我很感动 因为那时确实就是这样 来了帮忙嘛 我演完了再走 就是不让走了 就是不让走了 就给扣下了 你当时去的时候就想着就是帮忙 不是想着 他说好了 他说好了 而且还问了 你来你替两下 你个样不个样 他还问你个样不个样 这是我师父 我师父也是说话特别直接 他跟他们不稀外 因为 我就想问一下 假如当时给你打的这个 你不在这里边 让你过来替一下 你会去吗 同样有过这样的经历 刚才大家看那个真行三十秒吗 为什么找我去演啊 当时 头一年也是一个军旅的小品 当时徐晓帆还在世 徐晓帆老师 传了一个小品 也是一个军人群体的 怎么那么寸 双雍晚会撞车 林永健要参加那边审查 这边彩排来不了 同样一个电话 晓帆 周围啊 你来替一下行不行啊 二话不说 行啊 就去了 去了以后 我一进门 吴军啊 什么犯名啊 姐姐都愁的 因为我一看我 大家鼓掌 说赶快这是台词 反正不多 咱就集体群戏 什么拉歌什么什么 演完了以后 这次连排完了 你上春晚了吗 没有 但是那好运不像 那一次 证件老师 审查完了以后 我把那个服装脱下来 还给人家剧组 跟各位再见 我从那离开了大波 那年跟春晚无缘 当三十晚上 我坐在电视机前 看到直播 这个角色曾经 我演过一次的时候 你想想 心中那个感觉 但是福报 依然来了 第二年成立剧组 依然排练一个军事小品 那么徐晓凡老师 依然是策划 第一个想到了 要给周围一次 表现的机会 所以这个我觉得就是 德就是一种福报 所以我在这里 也特别想为我们 相声这个行当 来带一下言 来正一下名 可能有很多 别的这样的一些 传言或者议论 相声队伍不团结了 等等等等了 其实不尽然 我觉得相声 是一个传统的一门艺术 从我们的先辈 从我们的祖辈 传承下来 相声是最讲德行的 没有德行 是说不好相声 所以才有这样 一代一代的感觉 所以说我在这里面 我特别骄傲 我是一名相声演员 当中的一份子 非常高兴 今天正年老师 能来到现场 感谢 我真的觉得 非常感谢您 而且今天 我们初次见面 以后要多多支持我们 没问题 没问题 下次你请他来 我坐里边 是吧 绝对不能告诉他 这个再放一边就得了 对对对 就等于我来了 谢谢郑老师 谢谢王方 谢谢 谢谢 保住身体 谢谢王子 谢谢 还有一个房间 好 请到提问区 我是偷偷来的 但绝对猜不着我 男的 女的 男的 什么专业 这算专业吗 这算职业 来 第三个问题 又过去了 您是 多大年纪 这小这个 你是唱歌的吗 你是哪人 很好 是那个 德州那个 德州是谁啊 铁下吧 那我哪知道啊 那我就猜吧 尊朝阳 你确认吗 确认 到底三号房间是谁 五 四 三 二 一 请打开大屏幕 真不容易啊 答对了 孙朝阳 民间杂技演员 因其下巴 有着惊人的力量 而被称为铁下巴 多年来 他凭借自己 超高的顶纪 征服了万一 万千观众 还在2013年 成功登上了 央视春晚的舞台 和周伟搭档演出了小品 我要上春晚 那么他和周伟 有着怎样奇妙的缘分 今日在现场 又将爆出怎样的猛料呢 你瞧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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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不容易 真不容易吧 总算圆了个面子 你看给大家介绍一下 孙朝阳 山东德州人 对德州 号称铁下巴 他的顶纪 非常的绝 了得 曾经在春节晚会上 哪一年 我真记不清了 有一个节目 叫我要上春晚 当时他在表演了顶自行车 还曾经拿绳 霜过我 拿牙咬着 把我叼起来 转了三圈 就是我们的一个好兄弟 孙朝阳 其实在录制这期节目的时候 我就在想 你可能你自己不觉得 你知道我们采访很多人都特别感谢你 就是你可能一个瞬间 因为朝阳说当年你是帮他争取了很多次 但是最后他还是那个节目没有上去 你还记得吗 我记得我太记得了 当时呢是接到哈文导演的一个命题 就是希望做一个 因为是叫打开大门办春晚嘛 要想更多的我们的一些个所谓的草根的 一个真正的基层的一些的同志们 能够进入到春晚的舞台 就让我来传一个节目 因为呢正好在前一个多月时间 我做了另一档节目 其中呢我见过他 我当时对这个小伙印象很深刻 是你推荐的吗 怪不得他说要感谢你呢 导演组议反馈这个意见 我说这样 我说我推荐 有这么一个小伙的 应该还不错 我说当时他这个是属于这个绝活 后来导演组给打电话 打电话可能离春晚直播还不到一周 当时他又把几个绝活给他捋着捋 我们参加审查 顶自行车 这是一个是吧 后来说我不光是铁下巴 我还叫铁齿钢牙 他说我能把这个你给用牙咬起来 然后拿绳给你转一圈 当时我们就排练 挺好 挺好的 挺好 然后呢我们就参加了被播 被不对 他等于直接上被播了 是吧 我当时他激动死了吧 直接上被播了 也是春节晚会第一炮啊 第一个语言节目 这8点20左右 大家演都很兴奋 因为要拿出30晚上那个状态 被播带嘛 然后到我这 他说来你趴这 我就趴那 他把带在我肚子这 牙咬好了 大家还说来321 本来定好的是三圈 我呢一给他比划 说放下放下 然后他假装的一松手 我假装的一摔地下 但是那天不知道为什么 我正表演呢 来开始 转了一圈半 也就是 就叭唧就把我给扔地下来 才快来干啥 我还有个错误 钢牙 钢牙 对 钢牙什么意思 来来来 我干嘛 趴牙 干嘛呀 干嘛呀 干嘛 去干嘛呀 你干嘛 干嘛呀 走你 没有做好任何准备 你当时摔懵了吗 纯事故 就这两颗就就疼啊 然后当时我就忍着疼 我还可以演那个表演的状态吗 我说这个怎么怎么怎么会 什么这样呢 但是我余光我隐隐地发现 这兄弟的牙龈出血了 我意识到这是一个小事故 肯定是牙没有咬住 脱了 把我摔在那了 然后下来都安慰他 还问我怎么样 我说没事没事没事 但是恰恰就是因为这一摔 春节晚会是讲究安全 无事故的 零事故的 结果台领导包括下了一个命令 说把这个环节拿掉 因为要确保演员的安全 也要确保直播的安全 把它拿掉 我是三十晚上直播前 六点多钟开车 到台里面接到这个电话 后来我不死心 我是觉得孩子 这一次机会 因为把这个减去 他上去就不到一分钟了 他就把外太大妈 骑着带上来 然后顶个自行车就下去了 其他人跟我在台上 还能演十分钟 他就直接出彩了 我一看到他在那个大的审刊间里边 后场的时候 哥们已经眼神都发虚了 就很无助的样子 其他人也是 哎呀 我好在我可能还算是个老人吧 还算比较熟悉吧 兜胆就去给他说去了 走 领着他 我上二楼的这个导播间 当时已经万事俱备 马上直播了吗 我们的主管的台领导也在 好玩导演也在 总导演也在 我就再次说 我说 我说我确保 没事 晚上直播 这个环节 保证没有问题 我们又更换了一个带子 这个带子 把原来那个绸子 变成了一个粗布面的 它更有摩擦力 会咬得更死 我说另外 即便是 万一有一点点 我们把三圈 变成一圈 保证没有问题 我再说 但是不行 说已经定了 已经确定了 直播按秒算的 已经把吃肠算上来了 你就执行吧 你会不会当时 眼泪都流出来了呀 是 因为啥呢 我爸 我妈 我还我妹妹 就跟我媳妇 然后就发个短信 石头 就我小名叫石头 接着大号就超羊 我超羊 然后你好好表演 我们都在电视 看你表演了 哎呀 其实 其实那是特别激动 但这位老师 突然一说 跟这节目 一说 这个就要被拿掉 当时 哎呀 说不出来那种滋味 真的 还好 我们保留了一个环节 对 上了 而且周老师 可能你不知道 就是你那么一争取 后来他上了这一小段 或者你发现他这一小段 基本改变了这个小伙子 为什么今天我让他一定要来呢 他说我真的很感谢 我每次采访他都说 他现在已经是当地文明的一个小老板了 哦 自己已经有一个巨大的车 大巴 然后拉着大家去演出 他已经是演出队队长 大大是吗 对呀 你要去山东演出 你找他什么演员都能给你找来 他每次来呀 就那个 所以今天呢 我们这个节目的最后呢 有惊喜给大家啊 这样啊 这个朝阳这么远来啊 他有一绝火 好 给大家表演一下 好不好 好 来 上道具 请问你啊 我觉得我们这孩子挺快的啊 没事 一 二 啊 哦 哦 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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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删手 你删手吧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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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来 来 下来吧 上下一个道具 上底下放一个 快放进去 放进去 哎 哎 然后我把这个几个人放在这 是要看的 放底下是吗 对 好 我第一次记录是14个 第一次记录是14个 现在放了16个 好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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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8 7 6 5 4 3 2 1 挑战成功 好 哎呀 太棒了啊 太棒了 对 今天朝阳可不是这个空手来的 人家说 说我周围老师呢 是一直心存感激 对不对 对 然后怎么说呢 就帮我推荐 然后到春雨晚 一直想感谢周围老师 一直见摸着 一直在电视上 默默看着你 一看你出来 我都特别激动 我 哎呦呦呦呦 就特别激动 你一出来就是感觉 不是 就跟相对象了 那种感觉似的 哈哈哈 不是不是 比相对象还要激动 哎好 这个意思我能理解吧 哈哈哈 然后呢 我我我带着家乡特产 哦 然后他说这个特产 是你特别喜欢的 哈哈哈 德州 上 上 对 谢谢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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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谢谢 所以周围你有没有觉得 我们好幸福 真是好幸福 我是觉得 此时此刻让我真的 呃可能在他心里边 当时充满那个精力 可能对他来说 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 可能 对于我来说就是 点点提提小事当中 一件小事 真的我没有太在意 没想到这兄弟还 还这么多年过去了 还记在心里 嗯 这种幸福感油然而生 感谢 嗯 也希望大家也多关注啊 多关注这些和我们一样 在身边的这些朋友们 他们真的是身怀绝技 是 高手在民间啊 好感谢我们来吃山东的小伙子 好友 再见 谢谢 再见 一级保卫 一级保卫吧 我突然觉得 哎哟 我是国际大腕那感觉 哎 你看谁来了迎来大来宾张海燕 我来了 她活泼可爱 瘦着呢 你看看 有腰 有腰 她极致幽默 咱讲啥样多漂亮呀 对呀 就是美化妆化妆 我现在敢卸妆照样站着 什么事 全内出名好人员的她 众多好友 谁会来到现场 哇 来给你送花儿的人啊 好 这俩都好帅哥 我的妈呀 我们多年没见了 更多精彩内容 进行收看下期 你看谁来了